对台环岛军演才刚结束 大陆的南昌舰又出动练兵 还有东部战区也公布日前 殲-10C演练所谓背靠背作战模式 中国大陆军事媒体每日更新秀战力 还公布了这一段画面 用殲-15的飞行员第一视角看过去 地点是在大陆航舰山东舰 而时间点是在这一天 就在日前刚结束的对台环岛军演 大陆出动了自制的航舰山东号 事发近一周 对岸的军事专家还在大战 达成恫吓目的 称是截断我军屏障形成了铁桶镇 还分析说山东舰罕见参与这类军演 一出现地点就在台湾东部喊域 这有一个意义 台湾过去一直在想 除了想躲想逃之外 还有一个想叫想找 想找什么呢 就是想找外援 他又觉得说 也许美国或者是日本 很可能来去帮助他 我们的航母停在台湾的东部的时候 这些支援就不会来了 其实是剑指日本美国 要挡下持援力量 而关于台湾国防实力 现在也随着美国五角大厦的 文件门事件备受讨论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独家报道 美国国防部评估人士指出 就连台湾官员自己都怀疑 国内的防空系统能否准确侦测 飞弹发射 而台湾只有近半数的飞机 能够完全执行任务 战机以防也至少需要 一个礼拜的时间 另外我国飞弹预警演习 是高度照本演出与现实脱节 无法驱动民防民众 尽管我国防部否认 并称报道来源为不明文件 但这如果真是来自五角大厦的真实评估 可能会让北京更大胆 而美国会超前部署吗 正在菲律宾举行的 美国籍菲律宾年度肩并肩军演 就被解读是对假想敌中国的反制 尤其是在恶物战争中 被封为抗恶神器的 尖射式标枪飞弹 今年也出现在军演现场 这些武器是为了怕台海冲突发生时 可以迅速派上用场吗 菲律宾就怕战争在家门前上演 不过这和美国练兵的举动 让中国大陆驻菲律宾大使 雨带威胁警告菲律宾 拿在台15万菲律宾劳工的安全当要挟 这番话惹怒了全菲律宾 有参议员拍影片怒批 说这番发言根本不配当外交官 要大陆的船舰和人工岛礁 全都滚出菲律宾 而正在日本进行G7外长会议 也发生了 为下个月登场的G7领袖会议暖身 外长们重申要确保台海和平 维持抗中共事 TVBS新闻综合播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